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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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印尼 就是會很大方地教台灣 然後在台灣 就是很大方地介紹到印尼 台灣跟印尼對我而言 是我的兩個家 我的名字是張榮真 今年二十歲 我是新二代 目前是在台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 念書 爸爸是廟宇彩繪畫師 然後他是屏東東港人 然後媽媽是印尼人 他是印尼文獎師 然後現在在縣府工作 爸爸的工作室就是畫筆很多 然後他也很鼓勵我畫畫 他主要是廟宇傳統繪畫 就是可能龍鳳 之前也看過他畫門神 最近的話就是東港網船 我去學設計這方面之後 我會主動說 爸爸你要去哪裡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 然後也有爬音架 幫他畫一些簡單的東西 是滿辛苦的 而且爬高 然後又很熱 對 所以就是 可是因為是我滿喜歡的東西 如果我有跟著畫 然後畫完很有成就感 我覺得來很值得這樣 國三畢業的時候 我去印尼遊學了差不多三四個月 算是有點開眼界吧 會有一些不同感 就是想說我以後想要做什麼 我喜歡的事是什麼 那之後才回來才下定決心 因為我喜歡畫畫 所以我想要朝設計這方面走 因為已經考上高中 是屏東女中 然後我就繼續念普通班 放學的時候再去畫室 自己學畫 我覺得姊姊從小就是知道 自己未來要做什麼的人 姊姊如果她知道 自己想要做什麼之後 她就會非常非常認真的 去把那件事完成 還有做到最好 因為媽媽她是做 處理印尼外籍移工的問題 那我常常跟她 一起去仿視外籍移工的生活 常常接觸滿了解 然後加上從小 媽媽她是多元文化講師 也是十年有了 我都會跟她跑各個校園 一些養老院 就是會去宣傳 然後就會接觸一些文化 我還遇過那種就是 他們伊斯蘭教 然後虔誠的就是 他們會虔誠的敬拜 賣家每天幾次這樣子 那可能有些雇主家 比較不習慣這些事 因為他們會劈頭肌 然後去拜拜這樣子 可能有些會覺得 她是在拜什麼 然後就不習慣這樣 會有爭執 但是媽媽就是會過去 然後會去了解他們 兩方的情況 然後會去協調 所以有一次我們去海參館 我們帶外籍移工去海參館 如果是自己的話 比較不方便到海參館 這麼遠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要翻譯 要跟他們講說 我們等一下大概要幹嘛幹嘛 然後幾天要集合 還有一些注意事項 那時候大概應該有100個人 然後再跟他們用印尼文這樣翻譯 其實在這部分很勇敢 因為她可以拿著麥克風 在很多不認識的人面前講話 因為我常常協助 憲服他們勞動處的一些活動 因為剛好疫情期間 知道我是學設計的 就問我想不想幫忙 做這個宣導品 我就很開心 我就想說可以幫上忙 我就翻譯好很熱意的就是 畫了 然後就是設計四種 這個就是目前疫情狀況 勞動處他們設計了宣導品 印尼 泰國 越南跟菲律賓 那這邊就是四種語言版本的 這兩個人物我主要是設計 印尼移工他們伊斯蘭教會包的頭巾 還有他們戴的口罩款式 會跟平常繞了後的那種不太一樣 就是他們其實戴的口罩 是繞到整個頭部後面的 但是他們伊斯蘭教會戴的帽子 然後這就是設計他們人物 然後裡面的內容是印尼文 這個的話就是泰國的 裡面內容就是泰文 然後還有就是泰國的穿動服裝 那菲律賓的話主要是 語言是英文 可以給比較多外國人去看 這個的話是越南 越南的女生他們是比較 著名的就是他們的帽子 是斗笠的 越南的穿動服裝 就是媽媽她希望我們去 更開拓一下飾演 2018的十二千年 我自己去印尼找阿姨 就是她那邊有開連綏眼鏡店 然後我就在那邊打工 自己去面對一些客人 真的會有差 就是對於自己生活在印尼這件事 就是會有不同的感想 比較特別的經驗是 我自己在店裡面打工 那他們裡面的員工是 都是伊斯蘭教的阿姨叔叔 他們的生活是比較 我平常跟家人比較不會接觸 中午很喜歡跟他們去買飯 就是因為他們買飯 就是會到很不同的小巷子裡面 真正的去面對印尼人的客人 沒有人袒護你的時候 然後還有就是自己去點餐 然後旁邊沒有人幫你的時候 就是我還滿多烏龍的阿 然後就是還可以這樣子學習 就是還滿有 是滿棒的經驗 在印尼的話其實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台灣 很多人會搞混說 太爛跟台灣 我會很高興去跟印尼人分享台灣這個地方 相反的其實大家對印尼的了解也不多 都是會有抱持的刻板印象 我在印尼就是會很大方的教台灣 然後在台灣就是很大方的介紹到印尼 台灣跟印尼對我而言是我的兩個家 對我來說 裡面也是很輕易的 在那兒在 nome 핑 reve亂 我們會聽到的 謝謝 tę這麼一節 那天天天地 你會聽到的 如果開闊